今天的视频又是去撑众视频啊 但是今天撑众视频的对象的话 有那么点小小的 小小的不太友好 猫眼这我都没有上手 这玩意就已经开始发电爆了 他这脾气属实是有点臭啊 这待会儿看一下这这货究竟有多么的暴躁 为了撑这个玩意 我特地带了两层的手套 这下只有双杯咬 我也不怕了 虽然说是无毒蛇 但是还是要防一下的 并被咬到也会痛的啊 然后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是拿镊子把它给挑起来 然后再观察一下这个家伙的状态如何 只要状态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上秤了 不过好好说回来 这个小家伙是真的 是真的颜值特别的高 不愧是白娘 虽然说会咬人 但是好看就完事了呀 这玩意长那么好看 突然感觉给咬两口 也问题不大了 这小家伙是十月份到我家的 当时还73克 现在从体型上面看的话 至少有个200克了 好了不废话了 咱们现在需要把它 塞到下面这个盒子里面去 然后再承销中 看一下究竟多少克了 三球罗三球罗 全程的话它非常的不配合 甚至一段想咬我 但很可惜 诶没咬到 你说进不去 好了不废话了 咱们来看一下科中多少 这个小家伙的话 现在是206克 跟咱们之间的预估差不多 四个月时间 这四个月时间 足足肥了130克 那这个涨势下去的话 明天六月份 这小家伙就可以繁殖了 而且这道东西它颜值特别的高 而且我感觉这个小家伙的颜值 比咱们那条城底白娘的颜值 还要高那么一丢丢 这样看可能不太明显了 要是一把他跟城底白娘放在一起的话 这样子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这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逆着用 我总觉得小色的颜值 比城底色的颜值 会高那么一点点 这条小白娘的白色们 看起来稍微偏肥那么的 就这样子就显得水会比较白一点 而这条城底白娘的白色们 看起来说比较暗淡那么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的话 可能会没有小白娘那么的白 不过小白娘的这个白是暂时的 等它成立之后的话 它的发射也会跟城底白娘一模一样 所以趁现在的话 能多盘就多盘 能多欣赏就多欣赏 即便它会咬我断 但我还是要盘 不过这个东西我是发现了 这东西是握里横 它也握里贼横贼横的 但是一上手的话 它就变得特别的乖 随便都不在反抗了 哦对了 咱们士兵内容的话 大伙请勿模仿 看着就好看着就好 鲁蛇有风险 玩蛇虚谨慎 即便是无鲁蛇被咬招的话 也是会痛的呀 好了怎么回到正题 这小东西盘起来的手感 还算不错 还算特别的不错 白娘这玩意给人的手感呢 像是在盘玉卓 英兵凉凉的 而且还特别的顺滑 虽然说这玩意 它盘起来的手感确实不错啊 但是白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 这个东西是真的凶啊 无论是谁都不带给面子的 咱们视频上的这条小蕉脾气还算不错的啦 虽然说它在窝里横都不行了 但是一上手它就不咬人 这点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咱们旁边还有另外几条白娘的话 咱们视频就不能放出来了 那玩意攻击人的状态是真的恐怖 究竟都恐怖了 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吧 你盒子还没有拉开 你就已经可以听到摇尾巴的声音了 你还是拉开盒子 啊那恭喜你 西齐弹簧一枚 哦不对 是一大枚不是一枚 而且成体的白娘的体重的话 可以达到一千多克 待会试想一下 一条一千多克的蛇 也就是两斤重接近两米的蛇 跟你面前立得起来 然后出你身上铺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所以咱们这个方面的话 咱们就不放出来了 说实在话 这真的吓人 不过好在咱们手上这的白娘 它不怎么吃人啊 不怎么吃人 这脾气就 就很棒